第四面降臨臺灣 NBA球星Dwight Howard 重磅加入T1聯盟的 桃園永鋒雲抱隊 讓很多籃球迷興奮到睡不著 而魔獸本人真的跟超人一樣 不太需要休息調時差 10號晚上旋風抵臺之後 隔天一早就加入團隊訓練 而Howard的人氣之高 在NBA有許多豐功偉業 實力也絕對不在話下 這回魔獸真的來臺灣打球 不只民眾期待 就連本土頂尖後衛蔣玉安 也都相當失分 跟以往的NBA球星Dwight 我覺得不一樣是 他就是去年還在湖人隊 就算是現在還是算現役球員 所以對我們來說 就是特別的會想要對決他吧 我是希望我可以跟他換球衣 但是我就會被拒絕吧 沒有啦 而且蔣玉安跟魔獸 是通屬一個直籃聯盟 接下來一定會在賽場上狹路相逢 小安本人也已經想好 要對付Howard的作戰計畫 變成你進攻手段 當然你要多一點 那也獲取要更多一些拋頭 一些技巧 反正就是能盡量去把自己 所學習到的東西 把自己的特色都去發揮出來 除了現役球星 期待跟他面對面對決 Dwight Howard的到來 甚至還促使退役球員 想要付出打球 我想付出打球了 想跟他同隊了 沒有啦 但是 因為也退休蠻久的啦 不過我覺得他來到臺灣 是一件好事情啦 對整體臺灣籃球來講 甚至對整個世界籃球來講 也都能夠看到臺灣 對於僑員們來說 Dwight Howard來台 是對籃環發展有所幫助 讓平常沒有看本土直籃的民眾 願意買票進場 甚至也能讓國際看見臺灣 華視新聞 陳信順 林淳沛 台北報導